冷冷的天气泡温泉最享受了 不过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温泉的抽验结果 列管的53家温泉业者 从去年1月到11月抽验的结果 不合格率有3.1% 那么其中我们为您整理 像是北投的黄田小吃 以及这个北投的皇家季节酒店 赋验都还是没有过关 各自开罚了5000块钱 都是像是总聚落术跟大肠杆菌群超标 但是最后三页都合格通过 而黄田小吃店表示 他们因为连续下雨才会导致生菌数超标 至于皇家季节酒店不多做回应 大冷天最好的是肉片要下锅 身体要下汤 泡个暖乎乎 人要解冻就是要泡在温泉一动也不动 但泡的汤汤底干不干净呢 台北市卫生局109年1月到11月抽验 全台北列管53家温泉 抽验548件 不合格率有3.1% 比去年有改善 其中北投黄田小吃店又叫七窟温泉 还有北投的皇家季节酒店 都有总聚落术和大肠杆菌群超标 复验又没过 各自开罚5000元 三页终于安全过关 卫生局提醒业者要定期水质把关 民众自己下汤前也要先清洁洗干净 另外防疫当头想泡汤 大众汤匙也要控制人数分批泡汤 虽然不要求戴口罩 但是泡汤也要保持距离 万头钻洞恐怕让病毒有机会 蠢蠢欲动 华新游黄美会方起年台报道